主席 主席 梁家傑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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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覺得是不滿的,或者認為是不公道的話,是有個上訴機制的,是有個上訴委員會,亦都有一個獨立的評估委員會,是有醫官各個醫生,再加上醫學會的兩個醫生,是一個重新去評估過去,所以他有途徑去,所謂去再看看,他是不是應該拿回以前那個水平呢? 這是有個機制存在的,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,不是這樣了解我的問題,我絕對理解現時有個機制在這裏 你講清楚一點你的問題呢? 我是要你改變這個機制,我就說如果有醫生已經判了百分之一百傷殘的,如果其他醫生要改變這個決定,這個醫生一定要提供足夠的資料證據,說這個病人其實已經有改善,不是一個主觀判斷,先前那個百分之一百,我說他不是就不是, 當然我們要了解一下這個上訴機制,是吧? 我覺得這個是對那個病人來說,是較為一個有可靠和穩定性的裁定,就不是說你看完一個醫生,一轉了一個醫生,有不同意見,你十個醫生,十一個意見那時候怎麼處理呢? 清楚了,局長 請回答 還有 bod先,在這裏和則甚至這個問題留言说,他們各在這裏,是建議公民道理應劃以為, están多一個醫生 性部分人心有關、原 paid for 湯家驊議員